最近黄博正与沈腾合作新电影《疯狂的外星人》 日前在长沙石地区景后 就有网友拍下了现场的视频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为了符合剧情需要 大冷的天黄博穿着一件短裤短袖 正用单车载着一身花衣的沈腾 与一旁穿着后世的路人形成鲜明对比 从这一点看 不得不说黄博为了拍戏还是挺敬业的 只是剧组的行为就让周边居民和网友气愤了 拍摄开始后没多久 就有多名网友通过朋友圈发布消息 剧组蛮后封路影响出行 从曝光的朋友圈截图看 有人直接怒骂剧组演员是戏子 阵仗比手掌出行还吓人 不问是赶飞机还是吃早餐 一律不拘小区居民出行 保安还动手推丧大吼 不准赶着上班的人说话 因为在拍戏 不少人就此次现行提出质疑 觉得既然是拍戏 也不应该影响大家出行 随后疯狂的外星人 官方微博就此做出违影 称剧组昨天在长沙 菜恶路段进行拍摄 市民多留意交通管制及物业公告 并就对大家生活造成的不便致歉 而在这则致歉的最后 偏方不忘宣传影片的上映时间 也正因为这句话 立马就被批评没诚意 留言区不少人贴出了周边居民的吐槽截图 指责剧组组扰民风路 驾驶太大 怒骂戏子当道 在语称是高情商隐地 居心黄博在成名后 并没有想很多宁信仰膨胀 出轨绯闻 他统统不沾边 虽然大家佩服的是他爱妻如命 只可惜他的老婆其实真的很丑 是那种乍一看挺普通 在一看化妆后 依然很普通的女人 不过尽管如此 成名后的黄博 即便一发不可收拾地 获得巨额财富 却照旧很疼爱媳妇 巨星配合